早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今天11月9号的百革城报 这几天你有没有感觉到 国内的新闻掀起了一场文字修辞美学呢 最早开始的是马来统治者理事会的文告 接着隔天有前马华总会长林良时的文告 再来就是副首相阿木扎西 还有总检察署在昨天发出的文告 前几天在城报里 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早前两篇文告的精髓 现在就来看看 副首相和总检察署的照应又如何了 今天初刊的马来报的头版中 我们终于能在美日新闻看到 头版刊登了副首相的文告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早前不管是美日新闻或者是前锋报 都不曾在头版刊出 马来统治者理事会的文告 今天三大语言的报导 针对副首相的文告所抓的重点都不大一样 英文报头版标题 所重在政府敬重统治者的关注 中文报是放在阿木扎西药各界不要浑水摸鱼 给空间和时间处理问题 马来报最直接了当 告诉大家ENDV的调查公正公开 一切依法处理如果出现违法者将被对付 而第一个英文报所抓的重点 打脸的意味相当浓厚 前面虽然说政府会敬重统治者的关注 但是后面的文告马上提醒统治者 所有内阁权力支持均主力线制度 所以任何调查必须秉持法治精神 无论是要求加快或者是展延任何调查 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至于从文告的文字回到现实中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看到马来报所抓的重点 ENDV的调查公开公正 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就是恢复人民信任的最好方式 以政府和马来统治者理事会的要求 然而这时候人民看到 国行以故意虚报和初心发表声明的罪责 要求总检察署调查一马公司的职员时 总检察署却接连两次拒绝 认为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之下 维持不对付的决定 想必让外界哗然 两个公家单位在一起争议性极大的事件上 出现了意见完全相悖的情况 所以回到真正的现实中 就如同新周日报头版副标题所抓的重点 要继续给空间和时间处理 然后要外界继续闭起嘴巴 不要发表影射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努力 应对各种问题那些浑水摸鱼的言论 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面对年年都来报道的埋害问题 新加坡采取杯哥涉嫌烧巴公司的产品 以致产品下架 不过这项杯哥的做法 我国贸销部秘书长阿利亚斯表示 大马不会效仿 认为不是解决埋害的唯一方法 但他除了提出与印尼进行讨论 协助扑面灵火之外 尚未提出其他的解决方案 另外印尼南苏门达拉占比省居民 草拟起诉五家种植公司 而名列在内的大马森纳美集团则表示 对起诉事件不知情 同时指出 所属圆秋完全没有出现热点 但证实有当地居民 在森纳美圆秋附近非法开发 并且进行焚烧活动 来看下一则新闻 继凯鲁丁被警方援引 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法令逮捕之后 律师郑文杰昨天在前往金马景区总部 那今天的城报到此结束 谢谢你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